进一步来解析一下这个武汉的病毒 目前已经演变到不会有太明显的症状 也就是说就算你没有发烧 有可能是确诊 所以一届就分析是我这个冠状病毒 可能已经跳过上呼吸到感染 直接进攻到你的肺部 会直接导致患者死亡 所以当然外界现在也对这个病毒的传染格外的小心 那么再加上疫情首先爆发的地点是在中国武汉 但是又很临近当地的毒物实验室 所以甚至还一度传出 这会不会是中国的生化武器外泄 一次又一次的呼唤是被隔离观察民众的无奈 是确诊病患的无助 因为这波武汉肺炎疫情可以说失控来形容 甚至被形容是完美病毒 有一点点这样的味道 但是这个跟我们人类的对他的认识有关系 那为什么武汉的死亡率会特别高 那是因为他的病例数实在太多 导致他的医疗系统崩溃 无法好好的照顾这些病人 所以以至于可能本来一些可以救的火的 在那样的情况底下就被牺牲掉了 就是因为医界分析出这次的冠状病毒 可以穿过上呼吸道没有任何症状 脊宫肺部引发白化症的症状 甚至呼吸道困难死亡 完全不同于过去流感病毒 以及SARS 医界难以预警预防 甚至发现这次冠状病毒的形态非常怪异 这个防射的部分好像四个点 就是我们所说的叫spike protein 就是碎状蛋白质 这四个点是被植入进去的 他后来他们自己的人否认 那么巧的是每一支病毒上面 都是有这样子随机突变的可能性 异常的病毒株是突变还是人为制造 回溯武汉肺炎第一个爆发点 武汉华南海鲜市场 而他与中国第一座P4实验室 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 仅仅只有13公里的距离 武汉官方宣传短片都强调 实验室里头的人都得穿好防护衣 操作谨慎 因为这里不仅是最高等级的P4实验室 据了解里头培养的病菌具有危险 而且外界未知的病原体 更可怕的是没有任何疫苗治疗方式 像是阿根秦 刚果的出血热 以及伊波拉病毒 马尔巴病毒 甚至天花等都传出来自实验室 甚至被比喻为战场上的生化武器 阿巴不得是杀伤最大量的敌军会主 美军实验室一些病毒会流出来 所以其实这个生化战机的管理 跟防范是成品实情 各国的药物 那当然各国家都不会承认说 他研究生化战机 武汉肺炎疫情爆发 中国内部失控 阴谋论说法不进而走 也让防疫过程更加毁绝 三零星五六交往前一号台北 从不倒